大家好我是小胖 昨天晚上已经到重庆了 今天夜二节 也就是活活见老板娘 带我们来工厂了 你好大家好 你好你好你好 终于见着本人了 对对对 怎么帅啊 一直在电话里面告诉 对呀 终于见到活人了 这块叫小八 对对对 这是我们整个一个实际中英园区 对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那个人 这是实际天的老板娘 然后这位是保留宿老板 哦 但是在店里面挺过来的 一辈子不过几料了 因为我们要做现账不过几料 然后因为市体店没有生产资质 所以就是麻烦在这边生产 我们的工厂是整个四楼 就是全属工厂 用价比四千多工厂 但是我就觉得你们这个成本 投入有点大了 但是我主要要求的是 好的食材没有通假剂 没有防护机之类的 因为你们现在用的这个食杜红辣椒 包括暴馨的董花椒 其实不都是中国市面上最好的辣椒 和最好的辣椒了吗 这个是燕姐和老师傅提出来的 因为他们本身就用这种材料 哦 这样呢 所以我们生产要求比较严一些 看来你们比较舌头稳钱吧 准备好带我们看一眼吧 那你早就准备好了 我带你们过去 我听一位 等会下午晚上还有别的事情了 好嘞 前面这边知道 可以 说师傅 燕姐你看一下这些 这是今天给你们准备的 这些是要炒料的所有的原材料 哦 是这样的 这个呢 是一款 正确是说相对比较差的花椒 我特意拿来鼻子做对比的 这个是我们的 哎 对 这是燕姐他们订的 这个是不是订的 这个是茂线的大红桃花椒 市场价钱才70来块钱钱 而这个呢就是比较便宜的 大家看到颜色比较发黑 而且有很多 黑色的花椒池 这个市场才三十来块钱一斤 差一半了 差一半了 那个是牛油吗 哎 对这就是燕姐他们定的这个纯黄牛油 因为燕姐他们这个背包一定要用黄牛油来炒 因为市场上有很多不同的牛油 但是这就是最好的黄牛油 市场价差不多一万三千多一多 而便宜的其他的牛油 像水龙一万两个油 才一万一都不到 我听说还有那个火锅底料不用黄牛油的呢 哎 对那是有些所谓的 他们为了追求成本用 就直接不用牛油 用其他的一些劣质油来进行替代的 就一滴牛油都没有 他们就用几千块钱一一吨的那种其他的油来进行替代了 就不用牛油 这辣椒呢 这三种不一样吗 哎 对 这个像这个 大家 燕姐 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定的那个十字红三号 你看看燕姐 对不对 是这个 哎 这个是内黄西一代 这是内黄西一代 还有啥特点呢 这三种辣椒 这样的 这个十字红三号其实现在市面上啊 最好也是最贵的一款辣椒了 它的颜色和它的香味 它炒成红的颜色和香味 几乎就是最顶红的了 最顶红的了 那这个呢 这个是可能应该你听说过 这个叫印度魔鬼胶 是现在世界上全世界最辣的一款辣椒 是吗 重庆人比较喜欢吃辣 是吧 这个不光是重庆喜欢吃辣 还有因为我们是不放什么辣椒菌啊 辣椒油啊这种东西 我们全部从真材 词料除了我们要最辣的辣椒 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 那我做的不是有一个微辣的和不和那个特辣的吗 但是你不能微辣的话就不能放这种辣椒了吧 对 微辣的话 我们就不放这个了 用另外两种辣椒 普通的就可以是吧 这个中辣也不是放很多 就放一部分进去 这个辣椒有啥特点呢 这个辣椒就是所谓的 我们就一个孩子学习 它平均分最可靠的 它每一样都有 比如说颜色也好 香味也好 辣也好 它每一样都比较平均 它就不偏刻嘛 这是我们店 中式鸡的 中式鸡的香料 老师会的 他说悄悄问一下 我问了他配方 他说这个咋能给你 哈哈哈 祖传得炒了一辈子 不过你了 因为那个每一家的香料比的都不一样 而且他这个是几次鸡的 酸是配方的 所以他想要也要不了 这个是什么呀 酱啊 哦 这不是 这是豆骨 这是只有成绩才有的 专门拿着炒火锅底料用的这个豆骨 类似豆豉过多的工具 这个我知道 哎 这个就是 皮线豆瓣酱 皮线豆瓣 哎 中国都出了名的 皮线豆瓣酱 那生姜 蒜啥的 蒜有啥特点吗 哦 你看 这个是我们本地蒜 和你们北方的蒜就不一样 北方是那种很大的一个的毒蒜 这是本地的这种 本地蒜 特别小的吧 包括这个姜也是本地的小黄姜 这样炒出来的火锅里面才香 那个是植物油吗 哎 对 这是天然植物油 所以我们在这个火锅里面还要加一些小料的天然植物油 我觉得做火锅底料 很多是那种各式各样的调料 今天看没想到就这么简单呢 嗯 只有集中料 它是非常好 就师傅的收益 它的火锅啊 还有每一锅海椒的变脸 它不一样 然后加上师傅的收益 它炒出来的味道都不一样 然后还有就是香料 香料的变脸不一样啊 它的味道出来也不一样 炒一锅料在多少时间 嗯 炒一锅就五个小时 那么长时间啊 对 师傅已经上这边准备了 咱们过去看看吧 小顿常聊完要回到技情肌床啊 嗯 还是 vehicles 区别 嗯 跟 Conti Ek busy Niles Sec 咱们过去看 中午小料我要回到那个精神方面理想到 赕 解乎去下延期日 口感肯定不一样 有些区别 比如说我们炒料 我们的时间短的话 可能是从出海就开始 炒吃好 可能差不多要五个小时才能弄好 然后呢 买个调料 都放的时间都不一样 都凭着师傅多年经验 做出来的 他妈的比我多一些 姐姐 做这个火锅生意多少年了 我从九六年开始做 二十多年了 二十七年了 现在多个家店了 这个居家店做得不好 但是之前我也听过 说那个火城火锅 在重庆特别有名之前 还可以吧 还有说明星黄哥说的 说明星不少人都去过 吃火锅 有些喜欢吃的还是就是 原来生意特别好 原来 原来我们在狐狸的生意是非常好的 我看在后边 也有很多火锅鸡料 应该是他们 替别人生产的 但是看包装袋呢 跟咱们包装袋不太一样 我做的是大胖和小胖 地道重庆火锅鸡料 也是燕姐实体店的配方 所以就是工厂想要这个配方 燕姐都不给 让老师傅亲自来炒了 所以就是这次呢 也特别感谢燕姐 因为我们是 手工炒料啊 和我们对那个配方啊 一般我们也不去叫土地啊 我们也不帮那个配方 外里去吃 但是有一些区别还是 用的食材跟工厂的不一样啊 有区别有区别 肯定都好的食材 这才能炒出好的味道嘛 然后也没有那些添加 主要是 吃着放心 不添加的 没有添加性的 我吃这个火锅呢 就是在我印象当中 就算是最好吃的 重庆好吃的火锅还是多 就是说呀 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 重庆好吃也太多了 但是重庆吃这火锅鸡料口味比较重一些 重庆不炒好吗 炒了五个小时啊 他表不大 你可 师父一家人都会炒火锅鸡料是吧 对 哈哈 煮成船下来的 真好有这手艺 非常好吃 他那个是先 他儿子给我先炒料 然后他炒 然后以后他儿子又来炒 他退休以后就儿子又来炒料 不是说老伴也在炒吗 对对 老伴也给我炒料 两口是给我炒 全家人都给叶姐炒料 全家人都给叶姐炒料 等以后师父带两个徒弟出来 别失传了 不要 那白瞎了这手艺 以后吃不着 咋整啊 哇又会 哇又会 啊 哈哈 哇又会 今天 样样都会 灯子又会 大锅一会 炒料又会 样样都会 今天刚过完七十大寿 是吧 过完七十大寿 刚过完 嗯 看着身体真好 那 全部的西南医院检查 啥子样都没得 啊 没得高血压 又没得糖尿病 旁观啥子都没得 干肾都没得问题 这活到一百岁没问题 没了 还能炒三十年呢 再炒五年不干了 哈哈哈 换到二十年炒 嗯 儿子完了到时候还有孙子呢 哈哈哈 可能孙子不行啊 孙子孙女可能不行 哈哈哈 等换了孙子的话 艳姐的话就年龄大了呀 我也不住了 我也不住了 我要满五十岁我都不住了 那时候已经每日公司都上市了呢 哎呦 哎呦 我还有几年嘛 还有五年 我有满五十都不住了 还有六年吗 哎呦 那艳姐长得年轻啊 他今年有七年了 二年轻 五十几了 你七年左右 还有七年嘛 七年都五十了 还煮啥子 煮了煮了 杨老师傅爸爸管 看看口味如何呀 这个色的味道可以 可以啊 可以啊 跟实体店一样啊 嗯 艳姐呢 你尝尝 可以 真的可以啊 真的非常多 我看刚煮的时候 他那个抹点那个白沫 这个我给你解释一下 因为这个我们用的是纯黄牛炒的 嗯 他必然就是刚刚开锅的时候 有那个白色的细细的墨子 这个呢 基本上煮个五到十分钟 它就会自动就散掉了 就没了 它是很正常的 就是天然牛油一定会有这个 白色的细细的炒炒墨 就五到十分钟就没有 啊 那我看有的火锅底料一点都没有呢 那墨子 哦 那个可能一点墨子都没有多 我就不知道他的用的是什么油了 应该不是用的天然的重牛油 天然的重牛一定就会有墨子 而且我们是一点 这个消泡器没有加的 它有可能加了消泡器也有可能 我们是一点添加器都没有加的 这火锅底料也没有青菜啊 在这块下面也好啊 但是我闻着这味啊 挺辣的 这是辣口的是吧 哎 对这是辣的 然后正正常这个火锅底料 还得发酵个两三天才能包装是吧 嗯 这个的话最好就是发酵个两三天 因为这种效果会更好 它的这个香味会更浓郁一点 我也尝一下看看是不是之前 王总给我的火锅底料 口味一不一样啊 那个是为中辣的吧 对 没 差不多啊辣度 好吃 就是越南那口味 太太老师傅出手啊 这边呢就辛苦老师傅了啊 真有两下子啊 口味真的刚搞的 哎 只能平着放放两台 一排五个 等这批先这么定了 下次的话 我们就订酸用奖 对 大胖和小胖 重庆火锅底料 蒸炒煮 闷 看着怎么样 谢谢 对 嗯 对